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HELLO 比比 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遲了,沒有問題 好,那巡禮介紹一奉,星期一四點半 就有海基亞洲投資策略部主管溫潔Kenny,比比和大家聊天 大家有問題就在下面留言發問,我就會幫大家轉達的,因為始終市況非常波動 可能不少讀者都有很多問題,不知怎算好,這個時候可以問吧 好,這個時候先報一下市 今天恒指收過16,646點,跌了184點,成交今日1063億 一些重要資訊,大部份科子成份股收額,金價創新高 若明失勿急措兼中途停牌,那就交給貝貝說一下市況先吧 即是這個現在去到16646,未來講股的走勢 即是年底,都不是很多家業人,剩下會怎樣呢?會不會再跌呢? 好坦白說,市況是比預期為差的 之前說,168,這個比較重要的支持委員都失守了 失守不要緊,如果你說外圍是腥風血雨 我不是說抱著一起死,但感覺也情有可原 但美股是新高,我最近經常說的台股都是高位 反而港股私人讀潮水,這件事就變了沒得再怪外圍了 好了,你回到內地或本土因素的話 又不是內房有什麼突發 看到恆大今天都反而沒有出現最差的情況 就將它吊著一、兩個月 所以內房又沒有問題 經濟,雖然上個星期我們看到官方的PMI指數 就比預期差,但是你說財新的指數又不是太差 都還沒有入獄 所以真是拖累到指數下跌的話 只是個別公司的自己因素 譬如之前可能有些令到大家,你的政策 你的所謂的公司的發展方向 洗倉,洗了下來 京東美團洗了下來 等一會應該都要說一下吧 好了,變了不是外圍,不是雲觀經濟 就是個別公司 這件事第一就是難估計 第二就是很難計算會跌多少 但是怎樣都好 現在如果你問我 當然我今早給過一個出來 就說今個星期的支持率是16,500 但是我說真的,這個節目我很喜歡做 所以我說真的一句 其實我不是說其他節目是說假的 但是我不是說其他節目是說假的 所以說真的一句 但是如果跌穿16,800的話 其實技術上就會跌到16,100 那這個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我又不是亂說的 你建低唱低 不是,從8月份開始 我們已經給了五個位出來 分別177,173,168,161和161 啊?161和161,你玩嗎?肥仔 因為用不同的方法 在最後那兩個方法都是計到同一個數字 那當中我就說,喂,你萬八點跌下來 應該呢?168附近呢 是會受得住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過去一個月呢 168到180呢 是一個短期的區間 但是168以下呢 其實是161這個位的 那那個位怎麼來呢? 其實大家就看一幅圖 去年的11月10號 和11月的11號 其實有一個裂口的 分別介乎16,100多 去到16,800多 那現在穿了16,800呢 其實這個裂口呢 一直都沒有補的 哎,原來 若然未報呢 是時辰未到的 那現在呢 就是補金的裂口 所以 先不要說是不是這個星期啦 其實後市是有機會是 走勢上 是16,100多 但是 我有些不是很 甘心的情況就是 第一 股值其實很便宜 但都沒有投資者向去賣東西 第二 其實外圍不是大問題 純粹是個別公司的話呢 現在跌到16,600多呢 我必須承認是真的比我預期為差的 幸好我一向都比較保守一點 就算去到168呢 都是叫大家分住 買部分股份 而部分股份 就算我們喜歡的騰訊 都未到價 那所以呢 應該就 傷就傷的了 那這個都 雜無旁貸的了 但是 應該就不算太入獄 唯有就和大家 繼續打這個逆境波 那這個 但是暫時來說呢 我想很難說恆生指數已經見底了 那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看回161的話呢 那樂觀去看就是 還是幾百點的下跌空間 就應該不會再有太大的下跌的風險 不過 我很早之前都說了一樣東西 我們所說的168和161是一個支持位呢 是建基於一樣東西 就是它屬於情況一 如果是出現情況二呢 搬龍門不是 一早就說了的了 情況一是叫做經濟放慢摩 那我覺得 16000點附近 其實已經是說八倍市盈率呢 我不敢說 不敢說是最低 但是真是很低很低 但是如果是另一個層面 是說不是經濟放緩 是說金融危機模式 現在不是啊 說真的 美國在美國做得相當之好 內地也沒有暫時未出現這種情況 是不是真的要試到161以下很多呢 有些人說14000 有些人說12000 有些人說5000 我仍然維持回 如果是經濟放慢摩 168、161 應該是最後的防線 那我們再摸著石頭過河 那這個就是大概的一個 反過來 如果你說升上去的話 所以說一句 10天線 在17300點附近 已經是有阻力 那所以 我今早說法就是165去到173 但是現在165這個位置 就是有點嚴謠欲罪的 所以希望盡快找到低位 但是欠缺利好消息的話 我想就算見底的話 那個上升動力和空間 都不是太多 好了你說 說好消息來聽聽聽 其實真的不多 但是如果你要期待的話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希望年底前會降進 也都希望年底前會開這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不是10月底那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那甚至乎就是 下個星期 那些三頭馬車的數據可以向好 那如果外圍向好 內地又有些好消息的話 可以暫時穩定到市況 但是這個都說不定 說真的 唯有大家一起看緊一點 好 我見到有讀者都問了一些問題 還有剛剛好就是問 這個若明生物 那就是我見你本身在Facebook 都有預告到 這個節目就會詳細說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讀者 就是因為這樣而進來 那些 因為讀者就想看看表現 怎樣看未來的前景 那就是讀者是有貨在55元的 好 55元 當然了 市是會變的 以前的市況 以前的若明 現在很難再怪責 為什麼要55元買 但是我想過去這一年 我們都傾向若明 就是說可能要37元 或者最初就說40元買 那也都回來了一件事 就是當市不遷就的時間 你買得越便宜 那個風險就會越低 那我要說詳細一點 不好意思 事源就是在6月中的時間 6月中 楊明生物就見了一群分析員 當中提到就說 上半年的收入 和經調整的利潤 是不達標的 所以你看到月中的時間 曾經有一天都跌10.8% 因為你想想 你在會上一隻增長型的股份 跟你說我不增長 那你會怎麼做 當然是沽 沽完之後 其實市場反應很大 因為第一 這個消息本身令人意外 二來就是你不公平 為什麼只是跟部分分析員說 讓他們一些機構投資者 丟貨 我們散戶 看價一天跌10% 什麼都做不到 然後他才上載相關的資料 上我的網站 就收工吧 人家都丟掉了 不過之後他就說 雖然上半年不達標 但是下半年可以修復失地 所以當時我們的玩法就是 行了 憑你這句 即是說 除非去到明年3月 他再公布業績 如果可以當然可以 如果不可以當然會死 但起碼在明年3月之前 大家有一個憧憬 就是他會修復失地 即是做回 會有三成的收入增長 這樣的情況 OK 好了 但是今早7點多鐘 無端端 他在P6E上載了一件事 就說 我們今天會開一個突發的會議 去更新我們的業務 然後就在網站裏面 上載了一個PPT 這就糟糕了 聽清楚 上半年的業績是不對版 令大家很失望 大家已經失望了一次了 不過他說 下半年能夠修復失地 大家信多他一次 結果他今早的會議裏面 就是把全年的收入和目標 再扔下去 他就說 我們目標太過進取了 很多事情想不到 什麼什麼 那你是投資者 第一次被你欺騙 我都覺得是自己傻 第二次你再老點我 我當然是傻了 所以今早來我基本上 是一出這個會開會的公告 已經是開始扔出來的了 那再聽一下 看完消息 基本上是想殺人 所以你會見到 是跌到24%的 一個這麼嚴重的情況 好了 今年他在說的 那個利潤是會倒退的 那就糟糕了 我買一隻中移動 也有10.8%的利潤增長 那我才能買得順利的 我買一隻 說三十幾四十倍的PE 現在今天跌了24% 還是說27倍PE 你跟我說今年的利潤是倒退的 那我怎麼接受呢 所以那個拋售壓力是很大 亦都很多機械投資者是很生氣 因為你騙了我兩次 你想怎樣呢 那我自己雖然沒有持股 但是我都看不到 就是我都不是很拔刀 就是我都露見不平 我都覺得 究竟搞什麼呢 因為在6月份的時間 你先說下半年是能夠 能夠來補充的損失 你要明白 若明是做CIO 是收訂單做事的 理論上他那個 訂單 收入的情況 應該是挺明朗化的 所以 我想停牌之後 其實這個公司是要更加去釐清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上半年已經做不到你本身定下的目標 你還要說下半年做得到 這個是我硬著的心 所以很坦白說 他回覆牌的時候 我們再去部署 究竟怎樣去做 但是我想 中線來算 我都不想特別再評論 不想再去聚焦這間公司住 因為那個能見度似乎比較低 你想想一下 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買一隻股票 希望走兩格 兩天就走 我未必幫到你 我們希望 真是衰些說一句 很老套 Monga剛剛離開了 我們希望 和他隔錢做生意 不過他佔一百億 我佔一萬元 如果和我做生意的partner 我是信不過的話 我真的會有些卻步 而這次讓他玩了兩次 我想機構投資者 都會很卻步 所以短期內信心的失去 我不排除 可能真的釐清了整件事 在復牌之後 可以彈回3%5% 但是現在經歷過2023年 兩次的不達標之後 其實我會稱之為 新若名生物 那新若名生物 是需要一段時間 去挽回機構投資者的信心 這個就有時間搞了 所以我擔心 如果55元買了的朋友 暫時不會回家鄉 我很難給你多意見 希望復牌之後 不知為何有些人趁低級納 可以推高一點點 但推高一點點的話 我都傾向減持的 寧願拿回現金 買一些我提得通的東西 我信得過去的東西 我覺得信心指數會更加高 所以簡單來說 短線走兩格的 我不討論 精英常常的投資者 第一 復牌之後我不會買 第二 有貨的 尽位減持的 那我都不想 就算你說 我聽了你說 都是37元買而已 或者40元 現在都是輸4至7元 不算很誇張 但是也很傷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 希望有個短線 不知為何 大家的情緒向好又怎樣也好 有個短線反彈 比大家高一點點去減持 這個沒有貨不買 有貨找位減持的話 這個策略我都說得很清楚了 好 接著就問旅遊股同情藝龍 即同情旅遊780 就問什麼價位可以入的 好 先看看 今天就跌了一 最近都金金地 金面低位 金面低位 我會這樣說 其實本身的市都是低位 所以如果你說沒有病沒有痛的話 其實你不要說跑輸大事 跑完大事 你跟市已經是52周低位 這個 我會這樣說 怎麼說呢 我自己本身比較多說的就是 9961 其實都輸的 我們961 之前就是300元 接著說280元 其實都輸 只不過 我也不知道是否好 是否比較好 因為 在9月份那一刻大跌之後 其實9961還是在走區間 上面是281元 下面來計算是256元 還未跌穿 但780元 就是在試 打錯了 780元 很明顯是 9月份之後的區間 就是15元 去到大概14元 就穿了 所以780的走勢 比我們選的9.61更加差 好了 什麼位買呢 其實我會這樣回答你 不會在這個價位買 雖然我不會知道 什麼時候是跌到最低 但是第一 在跌近同類股份裡面 它是弱勢的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 相對上買一個 比較強勢的股份呢 這是第一個論調 第二 不是啊 可能都是先後次序 現在跌多了 可能代表9961會跌回 那我買780就對了 是的 很簡單 那你會在圖表上 讓我看到一個見底形態 現在當恆生指數 今天還是在做一個 今年到現在最低的位置 還是在補給的裂口的話 我想沒有人敢跟你說 今天已經跌完了吧 所以如果大事在沉底格局的話 我就不介意去觀望多一兩天 甚至乎我就會覺得 最好就是 因為780也好 9961也好 業績公佈了 短期又欠缺一些很明顯的趨化劑 所以我就傾向 以780來計 是在圖表上有一個見底的跡象 我覺得很值得買 也看到有資金流入 做了一個圓形底 高低腳等等 商底等等 我再買進去 基本因素和技術分析 大家都引證到的話 我就買得 叫做信心大些 還有我就希望 見到資金流入 就不是我自己 是一個清兵 自己推下去 跟著就被人沽 所以我就覺得 就著780的話 我答不到價錢是多少 但我想在圖表上 看到它穩定下來 才去入貨 就是這樣的部署 好 接著就問這個2015的 是否堅持$130才買呢 肯定是 這位朋友都跟得很足 我們汽車股是不錯的 但的確最近來說 大家都很多擔心 第一打價格戰 甚至乎擔心 可能比亞迪的市場佔有率 會被分薄 你看到每間都做電動車 甚至華為都好像很厲害 我看一段短片 這麼神奇 好像星球大戰 所以大家覺得 你都比亞迪買到30萬架 你理想買到可能2萬架 那是否真的還有一個 增長會放慢呢 以及大家打價格戰 令到股價跌下來 我們一直都說 理想就是$130 沒有病沒有痛 大市手穩著$168 我都是$130 你覺得我會不會改呢 當然不會 我會回答你 暫時維持著$130 你說不是啊 覺得恒指今天見底了 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確信恒指見底 不是說我 我只是說 如果你覺得見底的話 你就弄一張3033 就對了 這些Beta高的股份 又不用最多一張股份 現在我覺得 經歷過阿里美團 京東 陽明生物 我對過股有些厲害 真的簡單一點 我不是說要避開它 但是真的能見到低 你整個3033就搞定它了 第二 如果你真的要買汽車股 不行我今天要買 就是明天 我唯有回答你 比亞迪可能會近榜一點 那你雙汽車呢 沒有什麼特別補充 因為基本因素 都不斷說的 那130元是初步維持 你不見到130元 你都沒有問我 真的不會強行亂來的 所以我在另一個平台都說過 現在去選股 難度是什麼呢 第一類股份 就是它跌了很多 可能是說 京東 美團 甚至乎日明生物 但是它跌得多 是因為真的有東西改變了 那不應該撈底 第二類 其實我覺得OK 可能舉個例 理想 騰訊 我覺得它OK 但是價格又不到 譬如騰訊 我們300元 說了很久了 理想 130元 大家記得 又未到 那就買不到 唯有第三類 就是我覺得它好 它的股價又落到心軟的價格 其實又真的好像不是很多 我數來數去 都是數到 941 我們說62 63 比亞迪 220元分主 這些是 對的 所以我覺得 因為市況的問題 我真的 曬冷實 都告訴你 有些不應該撈底 哪些可以趁它回跳 等一等吸納 還有現在有什麼可以留意 一次過告訴大家 希望 希望大家同坐一條船 在這個風高浪的情況之下 可以 大家不要抹頂 經歷可以捱過這個波浪的市況 好 接著就是3066 好像很少 第一次是沒有第一次 有人在問 有讀者在問 就是那隻比特幣期貨 ETF 14.8有貨 現在拿還是沽好呢 好難回答你 因為第一 比特幣很難衡量它的價值 我傾向 當然 對於2024年來說 應該這樣說 我不會跟你說 我懂得分析比特幣 但是如果 在之前低價裡面 你的組合100元裡面 買5-3元 我覺得可以的 特別 現在出了3066 這些ETF 是很適合大家 逢親大調整 一年掌過兩三次 你知道 比特幣本身 就是一個很波動性的 一個資產裡面 你覺得它會 一年內沒有兩三次調整 我打死也不相信 所以就是 把握每次調整的時間 你買3-5% 信很順很順很順的 就是10% 不要亂來 如果升的話 它可以升到無泡 還有 接下來供應減半 又再減一半 很多人在期待 下年又會 五萬六萬七萬八萬 所以 是有一個配置的景地 但是波動性太低 也太難分析的話 你也很難買 這個組合買到20% 30% 你不怕我都怕 所以這個3066 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但是 你 買了 恭喜你 14萬 一說我就同心 因為上市那天 南方都英有找我去看他們敲鐘 那天好像是七個多 那我說 人家這麼好 邀請我去看敲鐘 怎麼都買兩手吧 然後那天太忙了 就忘記了 然後你想想 現在十七個多 一年還是一年多 有哪個SF Class 是可以升了倍多 不多 回來了 我回答你就是 很難猜頂的 所以 反而 今天裂口高開這麼多 我舉個例子 這個其實未必是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這不是一隻股票 但我看見他可能 舉個例子 他十天線在15.7 可能我放15.8 這些位置 他一天不跌穿的 我都不會沽 我就不會自己估 如果不是 你看他 如果低位買 11元買 13元想沽 所以就是 用放風箏的方式 我們見他回落 跌穿那個紫賺價 我們先沽出 可能他下次18 我就把紫賺價 不斷推高 可能誇張一點 去到20元 你就推高到19元 一天不跌穿 一天都先拿著他 這個就是粗俗一點 不要怪我 舔盡整個星浪 等市場告訴你 它最終可以升到多少 這是第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其實我買得很多 都有十手八手 說真的 現在十四個八到十七個多 兩三元 也有成幾兩成 我就分住 我們可能把五分一沽出去 跟著再升上去 就沽五分一出去 沒有人知道頂是多少 但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第一 我已經沽了一些 代代平安 那些現金 我可以考慮再買回比特幣 又或者賣其他東西 好了 因為我已經沽了一部分 它跌下來 就不入獄 所以兩個方法 第一 就是放止賺位 我們去讓利潤滾傳 第二 就是今天收到市 如果明天再向好的話 就五分一 五分一慢慢沽出去 我想 你買得比特幣 ETF也是看好的場線的 又不要那麼極端 要麼買了100元 要麼就零 中間可以微調的 當它低價的時候 就加上去100元 當它升上去的時候 又減回可能是40元 20元 玩一下玩一下 就可以捕捉到整個升浪 這兩個方法 唯有 好 接著有讀者問科技股 你是不是這個 9988 是不是70元以下 就可以入 我們也展示了科技股 近期表演的圖片 給大家看看 是誰說的 是不是我說的 70元以下可以入 我如果 我先這樣說 我之前的說法 就是說 它經歷過大跌到72元之後 應該就會站穩和反彈 但是 可能半年至一年 就會跟著大市 因為沒有了分拆概念 它不會大升的 但是 它會買到時間 有半年至一年 一個觀察期 因為現在 新亞里 後馬雲 後張勇 由吳明明 去帶領 大家都掉下來了 大家都會看看 吳明明帶領之下 新玩法 究竟是否可以有 第二個增長曲線 要向拼多多学习 两个因素 第一 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 不到危急关头他都不会出来说话 他游运野学 退休了 他都要出来说话 引证到阿里面对的困局是很严峻 这个本身已经不是好消息 但这个不是最重点 更加重要的是我不喜欢的地方 明明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所谓的股东 握的已经少过五个月以下 报都不用报 也都不是董事 那为什么你要出来说话呢 你明明交棒了给吴明明 是由他带领的 那之前来计 又说分拆 接着又不分拆 张勇去了这个阿里云 又脱离阿里集团 乱过乱撞江 大家已经哗声四起了 好了 吴明明一锤定音 现在我握旗 将来听我说 叫做settle down了一件事 突然间又爆发马云出来 那无论股东也好 投资者也好 那究竟现在是马云 还是不明明 究竟是行 舊亚历 还是新亚历 会不会现在马云出来 又是要分拆 我是很乱 所以我 对于亚里的信心 是进一步减低了 你问我 ATMXJ 第一 忘记哪里 亚里 这个 叫做 策略的 不对 策略的 策略的 能见度低 是我不开心的 拜手 我很害怕 收紧政策 打这个直播大货 京东美团 所以你为数到最后 都是3033 或者是腾讯 就是腾讯未到价 如果你说 不要过那么多ETF 我听得你 就是想听过股 其实很多股份买 不一定是要买科技股的 市不就 科技股是beta高的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市涨 科技股涨多些 市跌 科技股也折多些 不要说那么多 给我 我就会跟你说700 但是700 要300元 现在又未到 所以这一刻 其实就 没有哪个科技股 是会有 导到我 明天立刻 拍机买的 这个就提醒大家了 会问最后这个问题 就问这个波斯登 业绩如何 可不可以入市 糟了 还没看 可能要稍后回答你 但是我想要留意 波斯猫来计 大家经常都 都觉得 冬天 就要是 可以炒卖它 但是我经常都说 如果这么容易 每年10月买 第2年的2月就沽 发达的话 我不用上班 没有这些东西 第二 就是 我记得的 我最近也看过 虽然 我也看过很多 应该是 但是本身的品牌 羽绒 的毛利也下跌了 但是因为增速 搭救 整体的毛利是持平 所以 业绩本身 应该是普普通通的 我会回答你 可以留意 但是 我 未见到 业绩出了 我又未见到个明显的吹发势 很老土 不要怪我 只能够分转买 如果你capture 今年冬天特别冬 又好像不是 香港好像说今年 10多天 是低于10多度 如果 天气不是特别冬 那我又好像 不是有特别的炒作 我会 偏向波斯登是中性 因为今年来计 很多内需股 其实都不算做得特别好 不如 先观望下 等市定下来 如果要入 你就分住去做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感谢比比的解答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拜拜